今天是聖誕的第二天 很高興能夠回來教會和大家一起實體敬拜 亦在網上和大家一起唱歌讚頌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的訊息 就是一個反思 道成肉身 約翰福音第一章所說的耶穌基督的降生 對於司徒約翰來說是甚麼意思呢 所以我們看看聖誕節對於我們今天 有甚麼值得我們去思考一下 第二呢 我們看看在經文裏 其實也有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是向全世界宣告的 跟著呢 因為現在已經到了這年的年尾 我們用少許的時間去思想一下 今年的年尾 有甚麼值得我們去 無論是正的面也好 負的面也好 來去想一想 去反思一下 來展望明年 好嗎? 我們就是用這三個程序 首先 聖誕節帶給我們有甚麼反思呢? 當然在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是唱聖誕歌 也都在聖誕的經文裏面提醒到 我們聖誕節是耶穌基督的降生 但對於一個剛剛出生 在這個世界的人 可能只不過在很多人的眼中 是一個的數目 一個人的出生 或者在猶太人的眼中 這個是猶太人 或者是亞伯拉罕後裔的出生 或者是從一些從歷史學家 或者是去有少少的宗教認識的 他就看到 這個是大衛王子孫的降生 沒錯 兩人都是 這個是猶太人 這個也是王族的後裔 我們也看到經文裏面提醒我們 當日有天使的報喜 說到這是一個救主的降生 他來到是為了拯救我們從罪裏面得到釋放 可以和神有和好 這是一個尼塞瓦 一個救主的降生 這完全是對的 是一個猶太人的背景 他是一個王族的後裔 他來到拯救人類 但是在今天這段的經文裏面 約翰是將這個層次去到另一個高點 這個高點就是 耶穌基督就是神 就是與神同在的 三位一看真神裡面的神、兒子的命份 這個身份在他第一章第一節 一開始就說到 太初有道 太初就是 很早很早沒有這個世界之前 當神創造世界的時候 已經有道 這個道其實就是形容耶穌基督一個代名詞 當時在希臘的背景裏面 這個道不僅僅是一個言語 或者是字的文字上面的表明 是一個Logos 是一個活生生的 現在這個道就是耶穌基督 是與神同在 很清楚 他不是被造的 而在創造之先已經有他的存在 接著就說道就是神 對於很多猶太人來說 這個可能他們是不能夠理解 也不能夠明白 最初都很難去接受的 但是耶穌基督很清楚地說到 他的身份就是與神同在的身份 他就是神 他很清楚地說到 說你有阿伯拉罕之前 已經是有過的存在 第二節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已經很清楚 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與 創造的主是同一的身份 萬物都是值著他做的 沒有一样不是值著他做的 沒有一样不是值著他做的 沒有一样不是他做的 这里是很清楚 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创造的主 我们看到在《创世记》第一章 已经开始讲的时候 当初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神是借着他的说话去成就这个创造 这个说话也可以从一个理解里面 其实是一个道说话 The word, the spoken word, 神的说话 这些全部也是很清楚来介绍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如在《哥罗西书》 也同样讲到 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 在他里面是有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里是说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不单是拥有生命 他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富裕这个有生命的权力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 可以说很清楚 我借着这四节 在日韩的思考里面 在他圣诞节的回想里面 他不只是纪念到一个 BB仔的降生 一个黄族的后裔的诞生 而来到去拯救我们 完全是的 但是他看到原来 他的身份 现在是借着他 在他的工作上 在他的人生上 在他的教导上 在他的死亡上 在他的复活上 是清清楚楚 是彻底的 给他们见到 我们见到耶稣基督 就等于见到父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相信神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所以在整本的 《约翰福音》里面 这个信息是一贯的 是重复用了不同的神迹 或者用不同的聚述 或者用不同耶稣基督的教训 是显耀出来 这个是 若干年后 在他写福音的时候 他想向人 来分享圣诞节 耶稣基督降生 对他的反思 第二 我们看看世界 对耶稣基督的身份 能不能接纳呢? 对耶稣基督 他所说的教导 他所做的事情 能不能够去接纳呢? 能不能够去认同 他就是神的身份呢? 我们看看另一章的图片 第九节 那光 就是真光 来到世界 照亮所有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是借着他做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 并不接纳他 在三节里面 很清楚 我们看到 当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 不但是光辉 他就是真光 所以耶稣基督也说到 我就是真理 道路和生命 我说的话 是值得你们信 是可信的 因为我 就是不但你们所见到的光 我是创造万物 我唯一的生命的主宰 但是他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 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甚至他将他自己的身份 显耀的时候 那些人是拒绝他 不会接纳他 其实这个 也可能在今天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人 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是如此 耶稣基督当日里面 其实所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为人而做的 当些人去听他的教导的时候 饿的时候 耶稣基督起了怜悯的心 喂饱他们 但是当他们饱了的时候 他们所期望的 就是一个免费的午餐 就是想去拥立他做王 如果你可以天天给我 免费的午餐 免费的晚餐 那就最好了 人是很实际的 今天也有很多人问我这句话 信耶稣是否不用做事呢 当日我父亲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耶稣基督当日里面 看到很多人有病的时候 耶稣基督不是医生 但是他起了联敏的心 去医治一切病 甚至是被污鬼附上的人 当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一一的 将他们去解除这个困局 耶稣基督的教导 当日很多人听到的时候 都觉得 他的教导是与别不同的 和其他宗教的领袖 或者学者 有些不同的 耶稣基督也很清楚地跟他们说 你听闻别人这样说 但是我跟你是要怎样说呢 耶稣基督将神的说话 是很清晰的 很正确的 来讲解 以别人能够明白 去就这个真国 来从黑暗里面走出来 而去仰望主赐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 虽然如此 耶稣基督当日里面 很多人听闻过他 很多人是跟着他 但是跟着他 很多人是放弃了 就像那个杀种的秘语那样 有些人初的时候就觉得 哇 好像也很有吸引 去听一下 但是当一有患患的时候 一有信心受到冲击的时候 就觉得 哎 都是靠自己好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实际 甚至有些人 就为了其他 对于他的生命 觉得更加重要的时候 就把耶稣基督 就拒之于门外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应验到 好像圣经说的 他们来到 将光 带在黑暗的当中 光照在黑暗里 但是黑暗 他不接受光 其实这个真的很可惜 我们今天 所以就是要去思想一下 耶稣基督这个独有 和独一的性质 他的uniqueness 他的独一 他就是神 他的神性 是无可推毁的 他来到 将光带给我们 将真理带给我们 将唯一能够 能够回到神身边的途径 带给我们 所以他说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生命 没有人 是可以 用其他的方法 来到神的身边 《入汉福音》 在第十四章里 也很清楚 是当耶稣基督 和他的门徒说话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 能到 腹那里去 也很清楚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 他 认识就是腹 为什么呢 我又怎么可以见到天父呢 神 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接触不到的 耶稣基督说 因为你看到我 因为你接触到我 你已经是可以藉着我 来到去经历神 在你的身边 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 他说 我和你们这么久 你还不明白吗 你见到我 就等于见到父 你相信我 就等于相信天父 相信神 因为他就是神 所以三维一体 天父 圣子 圣灵 这个真理 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用了不同的经济 不同的罪述 不同的教导 是显调出来的 然而很多人 仍然去拒绝 因为黑暗是好些的 为什么好些呢 黑暗没有人看到的 这个黑暗是象征什么呢 象征是在道德上的黑暗 就是污谓 不道德的事 不体验的事 不想别人知道的事 这些可以说到 在神的眼中都是罪 神就是光 是可以看穿 这个黑暗里面所隐藏一切的罪污 即是圣诞节 我相信大家都有收拾一下家 当我自己抹一下书桌 抹一下书桌旁边的窗 我发现到 哇 真是很多骯髒的事 有时看不到 当着眼灯的时候 哇 原来墙脚里面 黑暗的地方 真是很骯髒的 但当有光照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来到的时候 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也彰显了我们人的罪 表露无畏 所以有些人觉得 我不要近耶稣基督那么多 有一次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 他一次跟耶稣基督说 你就是上帝的儿子 我真的不配在你面前 因为你太过神圣 黑暗也代表不单是道德上的黑暗 就是属灵上的黑暗 这个属灵上的黑暗 就是跟神分开 光和黑暗是不能走在一起 有时我们希望 就是跟神越走越远最好 为什么呢 我相信这个原因很复杂 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 想离开神 因为走到神的身边的时候 你会看到自己的不配 自己的呼唯 所以有些人说 我宁愿下地獄 因为下地獄可以 让我打麻将 可以让我说粗口 让我过我自己最放纵的生活 其实这个思想 从一个角度来说 很理解的就是 这个是我觉得是好的 我不想放弃 而他们是疏忽了 离开了神的黑暗 在地狱里面所受的痛苦 是我们今天慢慢不能够想象到的 正如如生命离开了的时候 那个带来的痛伤 我们今天大家都可以明白到 甚至是我们亲人离世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白那个的伤痛 黑暗也是代表我们 和神的永远极拳 在契事录 也有这样的经文里提醒我们 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有些人说 我真是巴不得离开 巴不得藏在深山里面 甚至说这些山你不如来盖住我 因为我没有面子 也不敢见这个又公义又圣洁的神 我宁愿在黑暗的当中 就像我最近 是在花园工作的时候 收拾一下那些盆栽 说一拿开花盆 原来花盆下面 很多那些蟲蟲蟻蟻 他们在下面很舒服的 但是拿开花盆的时候 看到他们就走 走 走死不要命 去找窗窘 我们在神的眼中 会不会像这些 蟲蟲蟻蟻 要找窗窘呢 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 在这个圣经里面 也有一个很清楚的故事 宣告给我们看到 下复的图片 是看第四节 在他里面有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没有胜过光 那光就是真光 来到世界 照亮所有的人 这句话也是 若翰从这个福音里面 给每一个的读者 每一个世界里面生活的人 去清楚接受这个很清晰的宣告 耶稣记得他降生 值得我们庆祝 但是他不想我们 只是从一个历史 或者从一个庆祝的角度 看到一个犹太人的王的出世 这个是事实 但是他将这个是延伸下去 以一个可以说的 一个宗教性的宣言 一个宗教性的宣言 提醒我们的真理 在耶稣基督里面 唯有他里面 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 我们现在没有生命呢? 我们就活生生站在那里 当然也是 但是我们是没有从耶稣基督 给那个新的生命 那个属灵的生命 那个永生 所以耶稣基督说 认识我的就有永生 永生就在我的里面 那他来到的时候 其实就是带给我们人类 有这个希望 就是有光明 有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同样的重新这一点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 反倒虚己 取了牢牧的样式 在这两句的经文里面 保罗是引用了当日里面 信徒一个可以有一个宣言 是说到耶稣基督 本有神的形象 他就是神 他的位格 他的品性就是神 不是人 他就是从人而生 他的出生 不是借着两个人的结合 而所产生的生命 因为他就是生命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 是不需要借着人的还欲 当然他是以人的身份 所以就以一个的寶寶仔的出生 在同女玛利亚的身上来到去怀孕 到满的时候 就是活生生的把一个人的样式来生出来 所以他说到他说 他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 反取了奴牧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他说同一个时期 同一个时间 他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是神 也是完全的人 既有人的样式 就谦卑自己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段经文中也提醒我们 他如何将光明打入黑暗 他就要借着以人的身份 来到去战胜了在黑暗里面的人 死亡 黑暗都不能够有权去制服他 虽然他在人手里面 受到迫迫 甚至在十字架上 而伸受丧命 但是他从死里面复活 证明到真是黑暗 不能够控制 也不能够胜过光 因为他才是真光 所以这几句的经文里面 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 也是 约翰和在圣经里面 所带给这个世界的宣言 这个宣言 希望我们能够不得去明白 耶稣基督的身份 要去接受他 要接受他 这个带来的光 带来的生命 在第十二节 另一个图片里面说到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似给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 就说到耶稣基督 这个道 凡是有人 愿意去接纳他是神的儿子 接纳他在我们的生命 作王、作主权的 信他的人 十二节讲到 耶稣基督就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 接纳他的人 有权做神的儿女 这个真是十分十分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经文 第十三节讲到 这个的身份 不是人可以给我们 不是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们 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 而是从神生的 这个真是带给我们一个出死入生的希望 出死入生的事实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证实了 人是可以从死复活 因为他是人 他在人的身份的时候 胜过了死亡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是拿着他的手 是倚靠他、接纳他的 他就可以带我们出黑暗 进入光明 从死可以得到复活 从神永远的旁边 可以带着我们双手 他是唯一的道路 去到神的身边 耶稣基督说 你信我就是信父 你认识我就是认识父 你接纳我就是接纳父 所以父会完全接纳你 因为我拖着你的手 这个真是十分值得每一个人去注意的宣告 这些怎样能够成全呢? 就是因为圣诞节 如果没有圣诞节 就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也不能够有从死里面得到复活的盼望 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从死里面复活 我们今天有什么指望呢? 我们可以靠谁呢? 如果没有耶稣的存在 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今天仍然活在黑暗 和没有希望 和神隔绝的生活里面 大佬感谢主 耶稣基督大约二千年前的降生 让我们见证到 神是没有丢弃我们 神是愿意借住祂的义子 耶稣基督的降生 祂是神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要挽救在这个世界里面失丧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约翰对圣诞节的反思 而从这个历史和犹太人的角度里面 去引致给每一个 今天世界里面活生生的人一个宣告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以至我们可以从死得生 与神的隔绝 今天能够可以被神的接纳 成为神的儿子 这个是儿子 不只是男子接得救 而是儿子的名分 就是可以享受遗产权的意思 这一个英文就叫做 co-heir with Christ 好像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们今天藉着祂 从神是由被祂的接纳 来成为祂的儿子 一个完全的身份 好了 我们今天就快 2021年就快到年尾了 那我们有什么去想一想呢 那大家也不知道 今年里面所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带给你有什么感想呢 当然很多人会想到 唉 今年快点过去就好了 因为今年所带来的 就是很多很多我们不想见到的东西 即如好像这个疫情 我们想着已经有了这个疫苗 能够可以控制 突然之间又来一个奥利康 想着可以恢复一些生活的 日常生活的节奏 完全是崩溃了 昨晚你看看新闻的时候 好像8000 标修夫有8000个人 是染上这个疫情 那个数目真的很惊人 在英国有10万个人 这是不可以想象的 今年里面可能带给你 或者带给我们个人 亦有些不如意的事情 在健康上 或者在财务上 或者在生活上 带来给我们很大的挑战 那或多或少 我们当想起今年过的事情的时候 都有一些遗憾在这里 会不会呢 但同样的 可能也有一些感恩的事情 因为黑暗的当中 有时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 神哥的实在 当我们去倚靠祂的时候 有时真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 这些是否偶然呢 我相信完全不是偶然 当我们去倚靠神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你寻求我 你寻求得着 那我们今天 或者可以 或者用少许的时间 或者你自己 在这几天里面 用少许的时间 去思想一下 有些什么值得感恩的呢 或多或少 我相信 我们都可以 为到我们今天 能够坐在这儿 有这么自由 虽然疫情是这么恶劣 我们都可以说 有生活 有生计 为这些事情感恩 一家人 能够过这个圣诞节 会感恩 可能会想起 明年又怎样呢 将来怎样呢 也有很多 未知数 不确定的事情 没错 2022年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不知道 疫情会不会继续蔓延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打击呢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仍然会 要面对 明年的时间 明年的生活 无论如何都好 这个世界都好像 一样会继续继续继续过的 是不是 我希望引用这段经文 在启示录 22章 第十至第十四节的经文 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不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天灾 不知道有什么人和 不知道自己 或者在我们身边的人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去年 我最低限里有三个朋友 是因为癌症 是过世的 我昨天跟同一个朋友 讲电话的时候 他在加拿大 他说 他认识到这几个人 是过世的 有时我们会有些很坎坎 但是 这些经文里提醒我们 他说 其实 人的日子 怎样都好 都会过下去 但是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撒折 他说 不易的 让他凝旧不易 污蔑的 让他凝旧污蔑 这句话 耶稣基督 其实所说的 是什么呢 他说 人性有时 真的是改不了的 不好的人 如果他坚持 走他不好的路的时候 他仍然会 在黑暗的当中 他不会走去找光 除非他真的 能够有一个醒悟 能够醒过 那个原来是值得我追求的耶稣 如果不是 他仍然会 活在黑暗的污蔑的当中 所以耶稣基督说 行不易的 会认够行在不易的当中 虽然 神给他看到 这些是污蔑的 神不能够接纳的 但是人仍然会犯罪 所以在明年会发生很多什么的事情呢 也会有很多偷骗拐骗 很多罪会在我们身边 或者在社区 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 然而 为义的 让他营救为义 圣洁的 让他营救圣洁 这句说话也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是我们追求耶稣基督的 我们已经是属于他的 我们要当行在光明的当中 因为圣洁的神 我们今天要去就他的时候 去倚靠他的时候 就是要守洁心清 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耶稣基督说 认救为义的 认救去圣洁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 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不要随波逐流 我们要仰望我们的救主 行在光明的当中 行在义的当中 以至我们所过的生活 在整日眼中是圣洁的 是光明的 是公义的 十二节看 我必快来 掌罚在我 要照每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这句说话也很提醒我们 2022年 就是离开主回来的日子 又近多一年了 你有没有这样想 当我们有时年纪大的时候 有些人说 又过一年了 我离开死亡又近一年了 这样 这个是很悲观的想法 但也是不能够抗拒 这个心情来的 因为事实上是如此 正如最近 这个英女王在英国 和国民宣告的时候 他也是很感触 说这句说话 他说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 有生 有死 有死 当然 他指给了他的丈夫离世 令到他过了一个 可以说很难过的日子 他以英女王的身份 他这样说 他说 我明白 因为我也在经历 人就是有悲欢离合 有生离死别 第二年 2022年 便会带给我们 离开死亡 近一些 也离开耶稣基督 回来的日子 近一些 但这句说话 十二节 其实也有很大的提醒 耶稣基督回来的就是什么呢 有奖 也有佛 那奖赏和佛 就是照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 来承受的 那我们今天信主的人 我们真的不需要因为我们所面留一些困境而去失望 或者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 觉得好像很无奈很无辜 因为耶稣基督会纪念每一个为祂而事奉的儿女 祂不会丢弃我们 祂回来的时候不但去迎接我们 因为我们相信祂的接受祂的是神的儿女 就会得到神的接纳 得到生命的赏赐 但如果仍在黑暗当中 仍然拒绝接受这个真光 仍然将耶稣基督拒于门外 祂所做的事情 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帮到祂 十四节 也提醒了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 这句话不是说今天我们要洗干净我们的衣服 其实是一个象征 就是说到我们不只是身上所披上的圣结 而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得到神的洩灭 得到神的洩灭 披上不是我们自己去买的 或者自己可以洗到的衣服 而是耶稣基督用祂的补血 离祂洗净我们的衣服 方 cleans Dios 而是在他的赤免 我们今天能够是透过祂的生命、 透过祂的救恩能够可以接受的耶稣基督话 可以有权柄来到生命树里面 来到进入这个城 这个城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上帝的城 当然这不是在地上能够可以进入一个国境 而是一个天国、神的面前 神是一个永远远转、同在的事实 所以,圣诞节带给我们不单是一个婴孩的降生 而是一个荣耀的神的降生 圣诞节带给不单是真光的来临 也带给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生命 新的生命的希望 以致可以被主来接纳 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死之前祂回来也好 或者是我们死后回来也好 我们必会复活 而且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想或者是佛 但是属于祂的人、被祂洁净的人是有福 因为我们可以进入神的面前 在那里有生命树 这个生命树其实就是象征到可以和神享受到当日创造的时候 然后阿当和夏娃是被赶出这个乐园里面 和这个生命树是绝缘了 但是现在去到圣经的最后那一章 启示录讲到人的结果是不需要沉沦的 不需要在黑暗当中被人忘记的、被神忘记的 原来可以去到当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树当中 享受和祂永永远的欢乐 你愿意吗? 2022年会带给你什么呢? 希望带给你有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身份 以至你能够可以认识一生去依靠 侍奉这个真的主耶稣的祈祷 一起祈祷好吗? 之下我们感谢你在圣诞节里面 不但能够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到你自己来的时候 带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今天也都为到在今年的过去里面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作为、一切的恩典 你献上感谢 愿一切的荣耀中赞归回来 我们未来的岁月真的不知道是怎样的 我们也没有一个完全操纵的权 去说我们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 我们很多时候是很无奈 但是我们愿意是投靠你 求你是帮助我们 藉着你自己的说话 去更加明白你的心意 藉着祷告亲近你的时候 去经历到你藉着圣灵给我们的引导 以至行在光明的当中 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人生里面 带给你有喜悦、带给你有丰盛的果子 主啊,求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列纳我们的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圣命而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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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